蛟龙腾飞 启祥云 山海和鸣 宋华章 2024年4月3日 以艺术教育与世界对话为主题的云龙子艺术国际研讨会 即云龙子书画展在北京人大会议中心举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胡振民 出席研讨会并宣布研讨会开幕 科技部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企业家战略工作委员会主席 滕道阳先生只欢迎词 他赞赏云龙子大师的作品既有着深厚的传统基点 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新加坡籍华人艺术家欢庆主义画派创始人 新加坡云龙子旺财馆创始人云龙子先生 在会上做了精彩演讲 他感谢参会领导和嘉宾的到来 阐述了他的作品 在美学上展现出了中国书法的美学品味 也运用了西化中光 盈与色彩的效果 他自豪于他艺术作品的包容性 在美学上我努力地在我的艺术作品展现出中国书法的美学品味 如飞白以墨印的阴阳 也运用了西化中光影与色彩的效果 在作画的地层我还用了法国乡军来颇彩 在会上柬埔寨王国天梭西索瓦王子殿下做了主题演讲 并在现场举行了向云龙子大师赠送柬埔寨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芭蕾仪式 来自法国的国际著名时装设计师艾利克·莱辛纳先生 新加坡名鼎国际集团总经理许泽权博士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云龙子艺术与中国文化、贵族文化、时尚文化 以及哲性、风骨与书画的互融共生 深度及多维的解析云大师的书画艺术 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之下 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领略到多元文化碰撞出的独特魅力 文明互建、开放合作、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故事 以及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共情 展现各民族艺术在历史的沉淀与融合中形成的多元特质 也坚定了更多海内外朋友的文化自信 本次研讨会是文化交流与艺术鉴赏的殿堂 激起中国内外艺术领域从技巧至艺术概念上的共鸣与共勉 与会者一致认为 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和友谊的纽带 通过互相了解和欣赏不同国家的艺术作品 各国人民之间能够建立更加深厚的联系和友谊 云龙子艺术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激发了文化艺术创作者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为文化创新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